我的命 我再问你一次 玄冰宫在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听江湖传闻 玄冰宫里没有男人 最近玄冰宫的男人 都没有一个活着出来 记住 不是说几句废话就可以成高手 你早说我就不打你了 那个老丑丑也不知道 走了什么没运 少林 峨眉 武当 你哪一派都能得罪 偏偏得罪了什么玄冰宫 想出去都找不到地方 大哥 大哥 你们干什么做法事啊 我家少爷的结婚大起那天 被胡仙抓去了 不会吧 胡仙 我看是狐狸鸡呢 真的是狐狸 会飞的 在附近啊 一定有很多情人被抓去了 会飞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胡仙 没怕成这个样子吧 什么胡仙啊 胡铁花大仙 倒有一个在这里 傻瓜 大哥 大哥 门口挂着红灯笼应该是办喜事对吧 那干嘛在这里烧明纸呢 那到底是办喜事还是办丧事啊 当然是办喜事了 我家少爷今天小灯磕 竟然有胡仙作祟 总在这边出没抓人 所以拜祭拜祭 保佑上下平安啊 明知倒是胡仙作祟 不成情不就情了 可惜我家老爷病重 不重重喜啊 恐怕过不了中秋了 哇 真有这么厉害的胡仙吗 反正我也闷得慌 就让我小花的会会你 兄弟 你是 我是女方的 这位是 你是 我是新娘子的表哥 我是新郎的表哥 实景实景 旧呀旧呀 这边请 好 来 请 里边请 表哥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来 走走走 这位是 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 阁下面身得很 我是新郎的表兄 未敢请教 你是新郎的表哥 我是新娘的表弟 是吧是吧 不会吧 新娘今天才十八二 我今年才十七岁呀 恭喜恭喜恭喜 干杯干杯干杯 这位兄台是 他是新郎的表哥 来来来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新郎跟新娘 原来是表亲啊 哦 原来是 吃菜吃菜吃菜 新郎新娘到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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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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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啊 狐仙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轻功 大家不用怕 抓狐仙是我小花的拿手好戏 我给您磕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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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镇上几家拜堂成亲的新人 已照你的吩咐请来了 你们因为深爱对方 才结为夫妻的吗 是啊 我爱她 我真爱她 我爱她爱得要死 如果我说 夫妻俩我只能放走一个 首先抛弃对方的 就可以拿走这些影子 离开这里 另外一个 就一定要死 声音怎么这么少 全冰冰的风暖夜 我先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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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死啊 手就给你让给我 我也不想死 不要跑 再跑 杀了你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 各似非 哎 就是丢人哪 什么人 哎 等等 我到这儿来就是要打听 玄冥宫的消息 干嘛看到玄冥宫的人就走呢 小花 你有没有告诉我 你是谁 是我啊 小花 胡铁花 本来我只打算吃饱了出来逛一逛 想不到让我看见一个美女鬼鬼祟祟偷番薯 装狐仙吓人 真巧啊 楚刘湘好吗 他还没有死 哎 从您的侯府 他能吃能喝能睡能跑 人人是那么的风流可爱 是吗 嗯 楚刘湘有没有心上人呢 他当然有了 你干嘛问这个 去问问他 这条命还要不要 这我可以回答你 要啊 如果想要的话 叫他去桃花城外的桃花庵 找蚕师太 到时候他会带他去泉冰宫 不过有个条件 你说 带他最心爱的女人去 为什么 到时候自然知道 这下麻烦大了 老臭炉这么多个牛 带谁去候呢 要楚大哥带最心爱的人去玄冰宫 真是奇怪 不只是奇怪 还有些难度呢 我回来的时候就一直在想 到底谁才是这个老臭丛的至爱呢 江湖上的人不是都说楚相摔风流吗 要找个他心爱的女人也不会很难嘛 热死了 我要出去凉快一下 真的很热吗 我倒觉得有点冷啊 还有点酸哪 怎么样 老臭丛 你到底打算带谁去玄冰宫啊 我根本就不想去 不会吧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对啊 对啊 胡大哥说的对啊 楚大哥 首先呢 我们根本不知道 风南燕的目的是什么 冒冒然前去的话 危险性相当的高 你向来都不怕危险 嗯 玄冰宫的独门武功 百年前就已经明镇江湖了 就算我不怕他 我也会怕 跟我同趣之人的安全 再说 跟我同趣之人 如果真的是我左爱的话 你们想 我会让他冒这个险吗 在这儿 有洪秀蝶儿陪伴我 还有你这只讨厌的花蝴蝶陪我喝酒 就算死啊 我也心满意足了 但是 嗯 不用再说了 我心已定 啊 哎 哎 老周周 胡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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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蝴蝶 你要飞到哪里去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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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